公民崛起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我是汪杰明 没错我们今天还是要持续讨论红秀柱 毕竟他是国民党未来可能的 总统候选原谅我用可能 因为现在情势发展 似乎好像可能的字眼越来越大了 因为今天这个 昨天杨伟中啊 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 竟然说一句话说 有关学历的事情 红秀柱要自己说清楚 不是中国国民党准备提名的红秀柱吗 那是不是在切割了呢 这过程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问题 包括红秀柱本身都说一句话 他不会因为学历的事情 他要退选 所以是有人给他压力吗 还是说现在大家对他的 不信任的这个状况 已经往上提升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红秀柱还在跟什么呢 今天联合报有一篇文章 是叫做下踢眼 就是对他来说 你可能有些事情 必须要清楚 也许42%到49%支持你 是因为你勇于的 在这时候出来 但是不代表你后面 如果没有更有这个能量 去支持国民党的话 那国民党现在已经各有三头 你怎么整合呢 好像很多的问题 包括联合报在内 都对他很多的质疑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一句话是 红秀柱你选得下去吗 好当然还有一个言论是 有关红秀柱跟王金平的关系 那么王金平当然都已经知道 基本上义不容辞 讲了恩多遍 被打脸打到脸都肿了 对不起这形容词 好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的是 又有传言 红秀柱并没有放弃 要找王金平 那人们就一个问题是 难道淡水河以南的这个选情 越来越糟糕了吗 还是这个缺钱 必须要王金平来 这个就是要筹钱吗 今天一周刊讲得很白 会不会连王金平都是 马英九要用杠的 用所谓的红国案 要把王金平给杠掉呢 这里面有太多的内幕 我们今天要请教一下 我们来宾 那我先介绍我们来宾 这是政治评论员 忠信大哥胡同信 主持人大家好 忠信大哥你怎么看 红秀柱后面的趋势 海水退潮的时候 就知道谁有没有穿裤子游泳 是的这句话 恐怕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未来几天会被发现到 好另外就资深媒体人 石琪 石琪你好 大家好 石琪你怎么看 这次的学历风波 我觉得红秀柱 接下来一定要坚强 因为很多子弹 会来自你的背后 同党同志 一次会比一次更猛 哎呦 石琪说法是说 恐怕这子弹不是来自于绿营 这子弹恐怕来营营的内部 怪不得看起来 似乎有切割的味道 好 另外就是我们未来的民进党立委 候选人刘世芳 世芳你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世芳你怎么看 学历的风泡越来越大了 学历可以这样写 那因为虽然有列 但是没有罚则 所以我觉得是看 选民的政治智慧来做决定 选民的政治智慧 好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 选民对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看 另外就长期观察政治 的亲民党副民事长 刘文雄 文雄你好 你好 文雄你怎么看 现在阿辉伯也讲一句话说 一个领导者没有诚实 这句话是不是代表 连阿辉伯都不认同学历的事情了 我说在6月14号之后 我曾经多次在上节目都讲过 未来的一个多月 就现在不到一个月 他必须要能够完整无缺 毫发无伤的 要渡过这个一个多月 否则的话难救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被提名之前 恐怕还有更多子弹 从蓝营背后射出来 因为有传言 是不是这些所谓学历风暴 就是国民党自己做的 是这样吗 好 廉政委员 石秋 石秋你好 皆民 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真的计算到 国民党内部斗争是很剧烈的 以前到现在都很激烈 从来没有 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礼貌 跟民进党不太一样 民进党是杀完 刀刀剑骨之后 就各自相互拥抱 那国民党是从头到尾都相互拥抱 但是在后面可能就下毒手 那我们要检查下 这红秀柱后面背后是不是很多刀 好 另外就是社会观察者 朱璇 翟神 翟神你好 各位大家好 红秀柱要去跟王金平见面 要请他帮忙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红秀柱现在面临的挑战很大 大的是在于同党的很想要让他退选 但不同党的却想要他继续选举 没错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一周刊 今天的一个大标题 这个标题其实蛮耸动的 我们看一下 平达党中央 现在被认知硕士学历造假 其实我很好奇 周玉寇手上的资料是谁给他的 虽然并没有人跟他讲 但这事情突然之间被引爆 那么就有一个说法 红秀柱总统提名 是不是有深变数 有没有可能 所以今天的议题 已经不是只是在端程讨论学历了 甚至他将来有没有可能被 这个就是不被提名 这件事情似乎也就开始变成是 现在火热的话题 学历被说造假 其实我说一句话 这句话要讲在我身上 恐怕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去拿到学历 然后被人家说你学历是假的 这件事情恐怕 我没有办法对一个教育学者出身 可以认同这件事情 你认为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议题现在是最热的议题 就是红秀柱 硕士学历有争议 那么总统提名会不会有深变数呢 请注意这两个字 总统 总统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诚信跟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他的身份 恐怕要更高的规格是这样吗 好那么会不会深变数 谁在密谋逼退 所以这里有两个议题 一个议题是总统提名是不是会生变 第二件事 有没有密谋逼退 这个是似乎充满了一些内幕的一些讯息 可是重点事情是 水为什么会到这个挖地 因为那个地是挖的 水如果 那个地如果没有挖 水怎么会进去呢 所以有人说一句话 抹红抹黑很难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是红的 就会被抹红 你是黑的 当然就会被黑 我们来看一下 在6月24号一周刊 报硕士学历造假 红秀柱总统提名身变数 那么国民党发言杨伟中说了这句话 注意 目前事件还在发展中 党中央以他的发言为优先 希望红副院长能给外界完整的解释 没有听错吧 这是国民党发言说的 他说要红副院长给外界完整的解释 他用的是红副院长 他不是说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红副院长 他只说红副院长麻烦你给外界解释 就是党中央不党中央是关系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 明显的跟红切割吗 好我们继续来看 学历造假抹黑是否能够以送指棒 现在目前看起来 红秀柱跟周一寇可能互相告 那要把这个学历给解出来 可是我好奇 学历不就是单纯的黑跟白吗 怎么可能有抹黑呢 好那是不是团队已经打算用 所谓这种最讨厌的招式 不是一个直接用诉讼方式来解决呢 那么周刊说党要切割 那红秀的说法是 毫无所需空穴来风习以为常 社会变成惯性非常不好的 这个选举文化 那么整个内容呢 其实是周玉寇引爆的 在6月12号的时候 周玉寇在这个别的节目里面就谈到 红秀柱的美国教育硕士学位是假学历 红秀柱有学分班证书 证实伪造文书应该退选 好这边其实有三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 红秀柱拿的是假学历吗 第二个议题 它是学分班证书吗 第三个议题 它有伪造文书吗 看起来这个学历不是伪造 这学历就是 等我们会仔细来看这学历 第二件事这个不是学分班 那么第三个 这个有证书 所以也不是伪造文书啊 可是这句话引爆了所有的这个轩然大波 那么红秀柱在第一时间 他是讲说学历不等于这个能力 但第二时间就说 虽然不被 请观众注意到 不被教育部承认 但求学过程与证书绝对是真的 不可能退选 但重点来了 你当你说你不被教育部承认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登记在你的竞选的这个 我们说公报上面呢 好那当然就后面就有包括中学会认为说 红的国外学历证书有外管认证 外交部署仅证明文件存在 好这这部分我们都会在做讨论 因为这边又在推皮球了 好了那我们就这段部分 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先直接来谈 就是所谓的可能会告的问题 好刑法说 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伪造文书 就是你拿了一个不好的不对的文书 给中选会 让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那么这个是有伪造文书 而政府总统选办法规定 如果判刑确定刑期未完前 不能登记为政府总统 会不会变成这是一个方式 作为国民党去切割红秀柱呢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很多问题 我先请时期来看 你整个来看这件事情 是不是党中央正在切割 我认为党中央的嫌疑很大 是为什么 是因为红秀柱 其实13号14号那两天做了民调 他高门槛跨过房砖之后 接下来他让国民党的每一天 都呈现了一个步步惊心的状态 他每天的发言 都让国民党捏了把冷汗 希望他可以稍微拉回来一点 譬如说在一中同表的议题上面 譬如说在访美的议题上面 譬如说怎么可以怪对岸 这么多飞弹对准我们等等 所以他其实很多事情 都的确让国民党呈现了一个 极为焦虑的状态 所以我的了解是说 周玉寇他把这件事情 披露出来 其实他自己是去查过这家学校 然后查过他们的暑期的班等等 那究竟是谁点醒他 你应该去查一查这件事 然后使得周玉寇扣姐跑去查的呢 这件事情就很玄妙了 我的理解是绝非绿营人士 为什么绝非绿营人士 是因为绿营现在要保护红袖柱 都还来不及 巴不得红袖柱 你一定要挺住 挺到7月19号 阵阵当当的代表国民党参选 为什么 因为绿营觉得你最好打 所以保护你都还来不及 那所以这个枪 我认为极有可能是出自蓝军自己 那为什么蓝军要这样对他 蓝军是谁 国民党内 当然不会是 亲民党是局军也不是 OK 是不是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是因为国民党内部 仍然处在一个斗争的状态 他们没有办法 在红袖柱这只飞天母鸡的带领之下 打好一场立委的选战 心理焦虑 所以必须要把他给拉下来 那可是按照制度走的话 他是拉不下来的 所以有什么方法 可以迫使他自己退出这场选举 只有拿出一些东西来 而这些东西是对红袖柱的形象啦 等等各方面极为不利的 我认为学历就是其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起身炮 那红袖柱念的这一个 秘书里州立东北大学 是在2008年教育部才认证 他后来改名成为的杜鲁门大学 对 没错 之前的这个秘书里州立东北大学 教育部是不予承认的 那既然在教育部没有承认 这一家学校的硕士学历的同时 为什么红袖柱你可以二十多年来 都用这样子的学历去报给这个立法院 去报给中选会 使得他登录在中选会的这个竞选的那个单子上面 那为什么在立法院的官网上面 立法委员的手册上面写到你红袖柱 个人简介的时候都还是有这笔学历 他既然是教育部不承认 你不可以写 这是明文规定的 就好像立法院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们也利用这个修会的时候 去北京大学念书 去上海复旦大学念书 去清华去中国的清华大学念书 他们也念回来一个学历 但是他们有没有登录在 立法院的那个网页上面 有没有登录在选举公报上面 没有 因为中选会规定的就是必须要 教育部认可的学校 那别人都没有填你 为什么还特别去填呢 显然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帮你加分 可以帮你镀金 那结果这件事情被抓出来之后 你红袖柱又开始反复说 这个学历不等于能力 那其实我重要的是放在终身学习 不是嘛 你就是觉得这个学历很重要 所以你尽管他不被认证 你都还是把它填上去 好 那为什么你可以把它填上去 你明明在立法院担任了 二十多年的教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 教育部归你所管 你怎么会不知道教育部规定 我认为 红袖柱根本知道 他采取了一种 蒙混希望能够诃骗社会的方式 来帮自己镀金 所以我觉得这一招打的是 红袖柱他的个人形象的诚信问题 道德问题 人格问题 尽管就算他没有违法好了 就算退一万步 他没违法 一个要选总统的人 他的道德不行 人格不行 诚信不行的时候 他够不够资格代表 台湾的执政党 国民党去参选 这个总统这个职位 这问题恐怕越来越大了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对 所以我会认为 其实这只是第一件 还会有接下来其他件事情 这每一件事情都将会重伤红袖柱 好学历事情吵到了现在 今天最新网络上面 又出现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红袖柱在2004年 在立法院 执询当时的教育部长 杜正胜 问他说 这个台师大校长的临选 为什么是黄光彩先生呢 这位黄光彩 他的新加坡的学历 感觉上并非如此专业 那个认证啊 等等的专业程度 恐怕有一些疑问 所以黄光彩先生 不足以不适格担任 台师大的校长 当时红袖柱的用词是这样的 他说 当黄光彩的学历问题 被报章媒体炒得如此的时候 一尊严受损 要是我是他呀 这个校长 他会怎么说 绝对是干不下去 干不下去哦 当时他对一个台师大的校长的学历 是采取如此高道德 如此严格的标准 哎呀 我要是被你这样被媒体这样子写啊 尊严都已经受损了 我是干不下这个校长的 那今天你可是要当总统候选人 你还干得下去吗 我认为这件事情 对红袖柱是极伤的 那所以党中央说 这件事情还在发展中 一切以红袖柱说的为准 而红袖柱怎么讲 他今天最新的说法是 我不再对学历事件发言 为什么他不发言 因为他讲不下去了 我认为他其实很难把这件事情 圆的回来 因为他自己也承认 他修的是学分班 证书是真的 中间里头的学历 恐怕并不那么真实 尽管证书上面 写的的确是master 是硕士的证书 可是他的内容 并不符合教育部的规范 教育部对于你休业的时间 然后这个学分 然后这个 什么什么 八个月的 对对对 要八个月的休业期程 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 都不符合教育部的规定 我认为他是说不清楚 所以他今天采取了闭口 哎呀 这样子 这个恐怕你越闭口 我们可能就越去查 为什么要这么说 这件事情的原因 事实上 你大可说 你的证书是正确的 但是你确认 你只有不到八个月的学习精神 你可以做这样解释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整个 这个我们说的证书 那我跟大家翻译一下 就是根据这个学校的这个推荐 就是我们教育中心 Bord of这个 就是他们的教育委员会 同意给洪秀柱 给予什么样的呢 就是艺术的master degree 他已经完整的完成了 所有被要求的这些需要 那么也就是在1991年的8月 这个第九 就是8月9号 那么就是以后呢 洪秀柱就拥有这个学历的 所有权利跟义务 好那这下面是他们校长 跟这个chairman 就是他们的这个 学校委员会的chairman的这个盖章 那么这一章呢 是一个完整的dipolar 就是它是确实是一个 毕业证书 那么这个章是什么呢 这个章是他拿去了 就是北美的这个 我们说台湾的这个 就是北美的这个协调委员会里面 帮他盖一张确认 这一张这个毕业证书呢 的确是这个我们说的 Northand 这个我们说的就是 这所学校给他的一个合格证书 所以整体来看这个dipolar 是的确是毕业证书 但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他的休业是三年 每年只有六个月 所以加起来是不到八个月的 而这个问题讲清楚就好 干嘛躲躲藏藏呢 现在重点来了 杨伟中也在切割 是不是按成一件事情是 国民党的党中央开始 对这件事情也不耐烦了呢 等会我要请教一下石秋 因为他是国民党 最了解国民党的内在文化 我们先进一个广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